- 踏入十一月又是看紅葉的好日子 我落台今次翻盾了上一次私藏的路線 終於都看到全紅的紅葉了 拍了好多好多美照 Hello 歡迎來到安帕潮逸遊 又是我落台 今天我就和大家來這裡看紅葉 都是復光這個地方 還有我再翻盾上次的影片 藍藏紙不是之後的吞山 好像叫吞山觀音紙 今天應該是紅葉盛開的時候 所以我就特地租了一輛車去看 整個復光的紅葉其實是遲了開的 簡單來說是遲了紅 暫時以我所知就是吞山觀音紙最紅 今天就是11月18日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今天 雙風了 今天突然間 日頭也變了13度 晚上9度左右 明天好像更冷 我突然間不斷流鼻水 所以我剛才也買了一些藥 在用這款收鼻水的藥 這是日本的黃牌鼻水藥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買 我不是廣告 我本身沒有開暖氣 因為有時香港人覺得很不習慣 但我都要開暖氣 但已經是碎了 所以就要特地買點藥 吞山觀音紙距離復光 開車大概1小時內就可以到達了 不過其實它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所以建議大家都是自駕或坐的士才可以來到這裏 我覺得這裏上次來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現在下車就曬太陽 想自己舒服一點點 這裏有一片草地 其實上次來到的時候 紅葉這裡很紅 但現在再時間一個月 紅葉就下了葉 看到上面都黑了 雨神真的從來都是 雨神是北邊的頂路 天啊 好冷啊 神經病啊 我已經流水了 現在整個日本的紅葉都是遲了紅 因為遲了凍 突然間今日星期一 這個行樓就適合了 應該就會快點紅了 未紅的地方 除了會去吞山觀音紙之外 其實我會再去鬼滅的紙 那裡其實是有紅血體的 但今天應該還未滿 好寒 希望我剛才吃的藥快點好 我覺得那藥吃完 我現在吃了兩粒 過了半小時後 我明顯鼻水滴少了 希望到親身觀音 我們提到的好東西 好了 現在就開車出發 入紙的山路 兩邊的樹由黃色慢慢變成紅色 真的很漂亮 來到紙附近後 其實就要排隊泊車 泊車是不花錢的 距離上次我只有一輛車 這次已經滿了 這次來到比上次多很多人 原因就是因為 這些景色很漂亮 全部都是紅葉 哇 好漂亮啊 神經病 真是漂亮 全地都是 重點來的 哇 可惜天氣的街 哇 好漂亮啊 神經病 我拍照片 沒聽到 LCL 就是在五月 前面是一輛車 我學會把你當時 當日潑事後 我學會把你當時 那些人生在的 你當時 就像我的天主 在我身上 我所有的 你以前是生在家 我會在養家 我只是在那邊 在一輛車 我會有家 在這製作品 很漂亮 真是很熱 最棒的是地上是紅了 好像是紅海似的 這裡有很多的步驟 多到誇張 沿著這個參道一直走上去 不知道有什麼看 剛才那裡很漂亮 我們繼續走上去看看 因為紅葉祭會場有食物 亦有很多人 我看到有粒巧克力、百仔玄 有很多好東西吃 我稍後也會吃 上來就是寺廟 這裡有很多紅葉 很多人在拍照 還會被灌 後面就是 很多人很努力地拍照 很久沒見到這麼多人 今天是朋友圍 即是一天 這次我真的很幸運遇到滿紅 我都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不捨得走 有太陽 射在紅葉 好像透明一樣 很漂亮 現在上來就是天王園 很多人參拜 我都會參拜一下 還有很多紀念品 你看到哪些紅葉上去的 我剛剛看完這麼漂亮的紅葉照 大家是否很想馬上去旅行呢 去旅行想拍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或者很輕便地拍攝到一些Ford 我就要推介一部 Instagram 360 Go 3S 我平時去日本的時候都會帶著它 因為非常方便 而且還可以拍出來 很輕便地拍攝到不同的畫面 現在大家用我的優惠碼購買 還可以享有特別的禮品 快點帶著它去旅行拍Ford 沿著會 即是紙走出去 前面是停車場 會有些發走員的東西 有些東西賣 離開了天王寺 我就下去下面吃東西 或者喝一杯熱的東西 因為真的不好受得住 而且越來越多人 前面就是會場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牌 周圍就有東西吃 我現在在看有甚麼東西吃 我看到有蘋果 這個蘋果好像很棒 這裡是600英文的蘋果 然後呢 哦 番薯 我現在看中了這個 我點了這個Suga來吃 嗯 嗯 好好吃 是否想買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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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便宜 400英文很便宜 400英文很便宜 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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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車吃完東西之後呢 我決定都是出發去下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就是動漫迷必去的景點 如果大家有看鬼滅 它的起源地可能就是這裏 是一個戀愛神社來的 好了 我終於來到卡蒙特神社了 就是鬼滅之隱的起源或是一個地方 我上去就會看到很多鬼滅之隱 不過其實我不太懂得讀它的中文 這邊比剛才那裏的紅葉沒那麼多 明顯地應該是未紅了 可能你看到這條片在來的時候 可能會紅了 這邊其實應該就是 又露又紅 味道是最好的時候 剛才那裏就多人很多 這個卡蒙特神社其實是位於太宰府 大家可以去完太宰府那邊坐在那邊 不過這裡泊車要400日圓 有車有巴士是直接來到這裡 走上去300日圓 大概有幾百級石級 如果你是行動不變 我就建議不要你 因為石級其實都挺高的 那要走 其實都有點費力 我這些廢人來說也更加費力 對不對 很漂亮 你看 這裡看櫻花也很棒 這個很漂亮 有感覺 有中文的 應該是台灣人 良好姻緣工作順利 我也祝你可以有這麼好的 畫得很漂亮 卡拉多神社其實在太宰府 已經有1350年歷史 而這裡主要就是結良緣 和戀愛神社冥名 我剛才在一個公領的地方 都買了一樣手信 神社的符 很漂亮 我買了一個健康和登山 我就可以掛著它 因為我又不舒服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身體健康 它走這邊走因為很困難 很可愛 那就是我適合一些活動人 去旅行人 出門人 我不會掛著它 今天來到這兩個地方看紅葉 第一個地方真的滿紅 很漂亮很漂亮 拍照拍到我傻 第二個地方 這裡也值得來的 不過紅葉就沒有看 比較少 應該是要10 1月尾 12月頭 現在打算離開 太陽超好 頂它 我現在走這兩個景點之後 都滿足的 拍了很多照片 最近因為我買了一部相機 所以很喜歡拍照 所以就要去吃東西 我吃東西 現在打算去吃壽司 開車去吃 很方便 之後就回到時區博多 另外我吃壽司最喜歡的都是吃它的麵 這次是吃蟹肉麵 有蟹膏和蟹腳 有蟹膏和蟹腳 是熱的 好食 看壽司郎出來了 個人精神一點 不過現在又變了喉嚨風 剛剛拍多兩顆羊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了 我要回博多 之後就去逛逛街 之後才說行車 今天其實行程都頗輕鬆 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做我的會員 會員有更多的優惠 更多的東西看 下條影片再通 大家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